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呢正在往康里那边开 一路上的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好久不见的Vlog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我现在回到了我的四川老家 这里是不是很美很先进的感觉 这次的Vlog呢就是记录一下我在四川的拍摄 要去几个地方 后面会去哪里呢 先卖个关子接着看下去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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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山之后呢这边雾也很难 雾也算出 海山公路比较多 开车一定要小心注意落石 然后 看卖点 多观察 走 我们看你出发 我们晚上怎么准备吃什么呢 待会就知道了 当当当当当 主角来了 这是我们的毛牛火锅 好了 我要开吃了啊 再给大家尝尝这个卤牛肉 淡点炒大腰 嗯 嗯 真香啊 哈哈 然后尝尝这个锅底的牛肉 老锅牛肉的 给大家看一看啊 它这儿还有牛杂 还有牛筋 我要吃一块牛肉 赞上我的蘸碟 超蘸碟 真好吃 不仅是牛肉好吃 我这个蘸碟 真是一绝 再炫一口 小汤牛肉汤 嗯 好喝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青柯饼 他们这儿的特色 老大了 第一视角 吃青柯饼啊 第一视角 变第二视角 看一下 它不像那个面包 我觉得它有嚼劲 而且是热的 挺甜 好吃 多吃点 我们吃饭了 我现在呢 已经吃完饭了 天空下起了小雨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准备在康宁 这个沿江河边再逛一逛 这个河水非常的湍急 很吓人吧 我觉得康宁的夜晚还是挺热闹的 明天呢我们会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期待一下吧 好的 我们已经到了非常著名的墨石公园了 给大家看一下 欣赏一下 是不是很有特色 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种 地貌特色的山 地貌特色的山 你可以说嗨一下吗 我拍照呢 差不多接触了 新都桥附近到泰国 走 我们来到了新都桥附近 这边有一条小溪 然后这边有 有点农场 我们就在这随便停了一下 随便拍一拍 大家看一下这条小道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很美 这小牛好可爱 好的我们菜基本上已经到了 这是非常特色的奶炸饼 这个是烤排骨 毛牛肉面块 清炒骨头 这个是牛肉 是炒的素材 我要开吃了 让我们来数一数 说了多少个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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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的形容是多了吧 好的那我就好好吃饭了 不管你们聊了 下期Vlog的内容是什么呢 先保命 吃饭了 拜拜 加点蒜米 四川战碟 加点葱 加点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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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点蚝油 出来的 再来点葫芦 来一点点 OKOK 就是我的战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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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